大家好啊我是耶布 今天各位推荐你们有意思的狗聊漫画 当主是个人类无事 数月前只剩一人前往归岛讨伐恶鬼 家里的爷爷奶奶都特别期待孙子平安归来 顺便带回来些宝藏 帮当主吐槽一下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在意的不是我平安归来 而是我讨伐带回来的宝藏吗 然而当主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什么宝藏 而是直接给他们带回来的个孙媳妇 首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老婆 她是鬼族的公主 并且表示 现在已经不是任归敌对的时代了 为了和平我把鬼族的公主取了回来 这这太伟大了 这样牺牲自己取恶鬼为妻 这样的才智在哪里还有 有人知道的话请务必告诉我 然而郎主的爷爷奶奶画风突变 所以说我们的金银财宝化为乌有了吗 紧接着公主开口说道 切身可是很厉害的 把这破破浪的房子移为平地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哦 老头快给我上酒 奶奶色色发抖的对郎主说道 这样他是你老婆 你就去说他两句 郎主思考了一会儿后上前说道 你穿的衣服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呢 看看那些熊鬼 他们的服饰只有一条束腰部哦 男主硬气的拉出女主的手说道 不嫁给我后你就必须听我的 女主害羞的把手锁了回去大喊 这样摸我的手太无耻了 这露出都没问题 但是牵手就不可以吗 真是不得了的文化差异啊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都会好奇 男主是怎么把这傲娇鬼公主诱拐回家的 故事要从讨伐的路上开始说起 在鬼岛上 女主听小弟们说有个人类要讨伐他们 便决定去会会男主 察觉到男主此时就在巨石的身后 女主小手一挥巨石直接粉碎 摆出一副恶鬼该有的姿态说道 区区人类竟然想打败我们 可笑 然而此时的男主正在戳着 看着全裸的男主 鬼公主害羞的汤坐在地 嘴里喊着 就算是熊鬼 下面好歹也有穿点东西啊 男主试图解释 另外两个鬼族听到公主的叫行声 也赶了过来 冷静下来男主察觉到 这个女鬼特别的强 再加上另外两个 完全不是对手 如果轻取妄动的话 可能会被直接干掉 所以现在只能静光其变 然后停止妖榜正对他们 公主害羞的喊到 快把那东西收起来啊 而她的小弟们却说 公主这是个大好机会 对方现在没有任何武器 甚至是全裸 快袭击她 结果公主害羞的喊着 我要回家后开溜 离开前留下一句 给妾人记住 这比赛一定会让你偿还的 留下了全裸的男主一人 只是她脑海里的想法是 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当那女鬼竟该死的美丽 另一边 公主对她的小弟说到 注意到了吗 那结果虽然看起来一副屌样 但其实她很强 确实 即使是全裸 面对我们也毫无破障 从刚开始就被吓得一声冷汗 那快不是在那人类附近看到的 就顺手捡了回来 希望找后的男主大喊 把爷的胖子还回来啊 后面也没具体说 男主是怎么把公主取回家的 总之就是直接来到 两人的婚后杀狗粮生活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收 漫画名叫 赢鬼为妻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的话不要忘记 数字三连一波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